短时间内没时间了 他报名参加了竞赛 放学后还得培训 是吧 学 低 竞赛呀 好啊 学霸呀 以后我们家萧兔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还得跟人多请教 我跟萧兔是同桌 应该的 这在学校 就不要麻烦同学了 家里 这不是有个县城的吗 你就是这样 来 凌超 听见没 我超超学习多好呀 是吧 那辅导一个小兔 那玩好了说 那是绰绰有余啊 只白说一点 那就浪费人才 妈 你们聊天又聊天 干完费你带上我 你坐下 你坐下 我能让你干的 来 凌超 你去 你看 他指导在哪儿 这男子汉啊 就得多干点活啊 不是啊 闻慧啊 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你看你家超超 那么懂事 学习成绩还那么好 你看还会做家务呢 现在像超超 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可真是不多见了呀 阿姨 您做这么多菜太辛苦了 一会儿 就让我来洗碗收拾 您老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怎么能让你一个客人洗碗呢 叔叔阿姨 你们就不用客气了 对吗 那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也是很会做家务的 我 那边是厕所 小尹呢 累坏了吧 快快快 坐下看电视儿 看什么看 你都不看几点钟啊 让人家孩子赶紧回家吧 好 小尹呢 小尹呢 现在很晚吗 不然人家父母该担心了 还要写作业呢 就是 您收拾收拾啊 那也好也好 反正以后有时间呢 就经常来 那个 小兔 送送同学啊 嗯 那个 林超啊 你也去 快 快 快 你和兔兔一起啊 好 好 这个 那 叔叔阿姨多谢款待 下次再见 别客气 慢走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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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 叔叔再见啊 好 慢走 慢走